小籠包出炉 小籠包出炉 你們好, 歡迎來到 煮東煮西和我一起 講飲講食 今天我為大家準備了一個麵點 灌湯小籠包 在我入行的時候 有一次師傅 會問我 小籠包 什麼叫小籠包 考考我 請你當我低一點 用小籠包的就是小籠包 大籠包的就是大籠包 好了 行話休談 我們又是這樣 先介紹一些材料 材料很簡單 餃皮 中筋麵粉 水 就這麼簡單 餡 複雜了一點 豬餃肉 薑蔥加酒 和水 浸過的 待會我會用到雞蛋白 有鹽 花椒粉 蔥蓉 這些 湯凍 什麼叫湯凍 以前這些人做 豬皮凍 或者雞腳凍 比較多工 我這個就簡單 我就 將豬骨 老雞 牛筋 煮上湯 煮上湯出來 就把 浸濕的大菜糕 這些大菜糕 亦都叫瓊枝 通常你可能會買到一條一條 但這一塊一塊 都是一樣的 浸濕了 500克的上湯 用50克浸濕的大菜 放進去 然後融化 之後 調味 糖 鹽 之類的 將 用一個 任何形狀的容器 裝了它 放進雪櫃 一個晚上 就可以 凝固成一個 這樣的形狀 我們將它做 攪拌之前 就切成粒 是這樣的 你可以切成粒 也都可以攪碎 或者可以拍碎 怎樣都可以 可以用雞 攪碎都可以 好了 我們開始 由於我們搓完麵糰 就需要時間 讓它 食透水分 我們就先 搓麵皮 再拌餡 接著來開始 這個包皮 這些是中筋麵粉 這些是水 好了 我們慢慢 將水倒進去 大家要把水倒進去 馬鈴 用保鮮紫封面团放在室温底下 一个小时 现在开始准备的馅 把肉碎放入 这些肉碎我买了3分肥 7分瘦 大家自己拿下主意 老规矩我们先下盐 放入花椒粉 姜葱水加酒 放入花椒粉 放入花椒粉 大家看到这些肉就开始起漿了 好像有拉丝的感觉 你看到一粒粒的 我们可以放入蛋白 大家如果自己做自己吃的 你可以用手动更快 但是随便我做节目 免得被人骂 用筷子 时间久一点 一样的 好了 放入葱 葱的份量 多多一点 大家随意 我喜欢吃葱的 就多一点 加点胡椒粉 加点麻油 加点生抽 加点生抽 拌均匀 这些汤凍 我就放一半 另外一半 就在包的时候 搅拌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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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不要拌太厉害了 所以 拌均匀 就行了 这些汤凍 经过加热之后 变成汤汁 好 好了 我们又是用保鲜纸封起 一会儿备用 这些肉馅要放进冰箱 的 这些汤已冰了 这些面团也休息了 一个小时 现在可开小时 开始 包裹 好了 首先 我们现在要 准备一个 笼 我今天有些K.O. 要來墊底 這些是我自己種的 如果大家有紅蘿蔔 你可以用紅蘿蔔切片 或者用蠟紙剪到一個圓圈也行 總之要不要黏底 還要放一點油掃一下 大家是習慣的可以用手剝 用刀也可以 如果大家有不同的尺寸 喜歡的話 你也可以大一點小一點 其實自己吃就沒什麼所謂 好 嘟嘟 腿皮要彈身 大腿薄 中間厚一點 我今日给出的份量是包总共50只 我胃口大,我一个人吃光了 如果大家没有那么大的胃口,就做一半 或者你胃口比我更大的,就可以做一倍 如此类推 感谢观看 先用包18折 其實不要嚴格地要求自己吃 只要一塊也可以 但要盡量多些紋路 煮多一點就更美觀一點 放入大滾水的餐裡 煮火而定 我這個煮大概蒸6分鐘就可以了 如果你煮慢一點就蒸8分鐘 10分鐘就這樣 如此類推看看煮火 好,小籠包蒸夠時間了 好了,小籠包蒸夠時間了 好,小籠包 小籠包